国安与恒大的中超天王山之战即将于9月14日打响,而原本在巴西国家队公布的最新一期名单中。 国安队长奥古斯托的名字赫然在列,按照计划,巴西队将在美国参加两场有益赛,第二场与萨尔拉多的比赛将在9月12日进行,如此一来,奥古斯托很可能将缺席与恒大的关键比赛。 然而就在9月1日凌晨,奥古斯托宣布退出了这一期国家队,国安正在迎来9年来最好的中超夺冠良机,目前他们在积分榜,上以45分高居第一,再多赛两场的情况下领先恒大6分,因此与恒大的这场直接碰面就显得尤为关键。 这是一场6分的比赛,如果国安输球,争冠形势很可能会被逆转,而如果国安能够击败恒大,那么他们就将在争冠的过程中,占据进一步的主动。 但在这场关键战役之前,偏偏迎来了国家队比赛日,奥古斯托也如往常一样顺利入选巴西队。 但9月1日凌晨,奥古斯托却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,宣布因为要解决个人问题,因此暂时退出了这七国家队,奥古斯托的决定也引发了国安和恒大球尼的热议。 国安球尼纷纷为奥古斯托的行为点赞,他为国安的奉献让人想起了马迹其马五爷,今年对于国安来讲真可谓是夺冠良机难得,全队上下谁都不愿意错过,奥古斯托也是如此。 而恒大如今的状态实在火爆,宝利尼奥、塔利斯卡、高拉特的巴西三叉戟更是锐,不可当。 如今奥古斯托选择退出这七巴西国家队,他很可能将会在与恒大的比赛中出场,这对于国安与恒大对抗无疑将带来很大的帮助。 这场国安与恒大的比赛也是一场巴西外援,甚至是国家队队友之间的对抗,奥古斯托与保利尼奥、塔利斯卡、高拉特之间,势必会有火星撞地球的碰撞。 不少国安球迷都被奥古斯托的举动所感动,昔日功勋外援马迹其已经退役在俱乐部任职,并到中国足协帮忙做贡献,如今国安终于又迎来了一个马迹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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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